其實很簡單 我只讀finance 我畢業的時候 當時那間獵頭公司 它是一間新加坡公司 它接到了一個銀行的案子 是一個要找一群那種 剛畢業的那種finance背景的人 進去做contractor 就是所謂的約聘 所以他就把我找來面試 那把我找來面試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聊一聊 他覺得我好像還蠻適合做 獵頭這個工作的 就是從一些比較簡單的職缺開始做起 所以他就跟我談說 Sandy你有沒有興趣 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那時候我哪知道什麼叫獵人頭 我只覺得超酷 你知道那時候我是一個Rocker 我覺得一個Rocker 再加上可以面試人的身份 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酷了 所以我就去了做獵頭了 對 所以很多人愛問我 你怎麼進獵頭了 我說我也不知道 所以進了獵頭之後呢 我當時一點都沒有認真 要做獵頭這個工作 因為我想要當改變世界的Rocker 所以我當時有一個樂團 我們的樂團還有跟 後來還有跟經濟公司簽約 所以我那時候就懷抱著這個夢想 對 但後來呢 就是這個夢碎了 就是有人要生孩子啦 然後有人要幹嘛 最後就解散 所以在解散的時候 我才認真正視我的人生 覺得好啦 那我還是乖乖的 不要在那邊做夢了 就去 好好的去工作 所以我在獵頭公司裡面有 後來就有還不錯的成績 可是就像如我剛剛前面講的 2008年金融海嘯 2009年分紅費用花不發股票 2010年這個錄資迅速的崛起 所以我看到了幾個很恐怖的事實 我講兩個故事就好了 一個故事在2009年年初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Intel的高層 台灣高階主管 他在Intel已經待了十多年 他從美國讀了EE的Master 就是碩士回來之後 就在Intel台灣工作 他在2009年年初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就是 反正我就接到他電話 就說那個Sandy 我想要換工作 你那邊有沒有什麼一些機會 可以介紹給我 可是我不急 因為反正我就是想說 先離職 離職之後 我去美國 回美國去 待個幾個月之後回來再看 因為我們那時候知道 市場非常的差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確定要現在離職嗎 因為現在市場狀況真的很不好 你要不要先看能不能留職 停心或是說 可不可以先找到下一個工作之後 再離開 他說沒關係 因為他不相信自己找不到工作 事實就是呢 當他2009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離職之後 他到2010年的年中間 才找到工作 而且他的年薪直接被砍半 而且他遇到的是一間台商 他說十多年的經驗 在台商裡面是不能帶人的 好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呢 另外一個也是小外商的高階主管 他當年呢 大概是2009年 快2010年的時候 他從一間比較大的公司 跳到一個小外商做總經理在台灣 可是他知道這間小外商 隨時可能又會撤出台灣的市場 因為台灣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很積極的在找一些工作 當時呢 他就請 我當時接到的案子是Sansong的 Sansong在台灣要找一個高階的主管 所以我就推薦了他去 在最後要去做Final Run Final Interview的之前 他來找我吃飯 我們就在討論戰略 就是去面試的時候要怎麼準備等等的 他在最後面我們討論完的時候 他就是我覺得差不多要結束 我覺得我要走了的時候 他說Sandy 我真的很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他當年45歲 他的小孩才1歲 他說 我真的非常需要這份工作 然後我就心頭一震 我心頭一震是因為 我知道這件事情我無能為力 因為不是我可以做決定的 然後我就說 那個你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都已經做好這樣子的 prepare 你就盡力去發揮 那不管最後結果如何 我們都 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還是可以再幫你看其他工作 你不要擔心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我知道 他上去的 他可以進去的機會不大 因為就是有太多內幕了 對 所以果然在 他後來還是沒有成功進去 所以在這兩個人的故事當中 告訴了我幾件事情就是 今天呢 你要能夠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不關 其實跟你的學歷 經歷 努力 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 而是有時候是有很多大環境的一些因素 會去影響你做非常多的決定 甚至 因為一個科技的發明 可能就在 對你的產業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我才覺得 人不能只有工作 一定要有其他的 Plan B或Plan C OK 所以我後來呢 好 就我把它拆解成這個東西 我覺得創業是這樣的 你不能只有熱誠 你也要能力 然後你還要有 這件事情是要有市場的 這個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很有熱誠 也覺得這件事情很有市場 但是我們其實並沒有具備那樣的一個能力 雖然他是一個工程師 可是 這件事情要能夠做到 他需要太多太多的 不同種 不同種的工程師了 所以我們其實很 我們已經算很厲害了 我們組了團隊之後 我們去參加了工業院 百人Pitch馬拉松 六週的育成競賽 最後12個隊伍 我們打敗了11個隊伍 我們最後勝出 還去了日本 建了一些創投等等 但最後回來之後 我們去解散 這件事很高 就是給我的啟示 就是呢 你不能沒有 你如果自己並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很抱歉 你就是幻想 身邊有沒有一些人 會跟你們講說 那個什麼什麼點子 哪一個哪一間公司 他們現在很紅 拜託這我也想過 我十年前就已經想過了 可是想跟做 完全是兩種不同的事件 那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其實 第一個就是 有能力跟有市場 其實就是我做獵頭 或是新創諮詢 我現在在焦點 就是有在合作做 Michael Max 這個團隊合作做新創諮詢 那只是因為 我的資歷 讓我有辦法做這件事 可是 對我而言就是 這是我一個可以求生存的地方 所以各位你們沒有 可以求生存的 賴以生存的一個能力 你有這方面的能力 也有這塊的市場 最後一個就是 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 現在才要講到重點 重點就是跨界真人圖書館 跨界真人圖書館是這樣來的 就是 其實就只是 因為我做獵頭 很多人很愛問我 欸 Sandy 你覺得那個職缺 我適不適合 那個職缺在幹什麼 在幹什麼 那我去的話 你覺得好嗎 就很多人很愛問我 後來我就覺得說 你們不要問我 雖然我大概都知道 可是我也不過知道個六七成 於是我就想到 那不如就來讓 這個產業 這個領域 這個職位的人 來自己說 他們在做什麼 而且他們不只說好的一面 他們還要說 辛苦的一面 付出的一面 以及 未來可能性的那一面 所以我就開始去廣邀身邊的人來錄 真人圖書館這樣的一個藏書錄製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是一個創業 對我而言他就是 我很有熱忱 因為我很想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各行各業都在發生很多事情 只是因為你們不在這個領域 所以你們不曉得 所以當你們來到這邊 可能看了一個影片之後 他可以幫助你做未來的規劃 質疑的了解 甚至是看到環境的變遷 從各個產業的人的口中得到 所以慢慢的 我在從去年中間吧 六五六月開始做這件事情 到現在其實很有趣的是 他慢慢的跑出一些市場的可能性 所以我本來真的沒有覺得 我要做這件事情來創業 但是他現在帶出這種可能 但因為今天沒有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不講這個可能性的有哪些 好 所以什麼是跨界真的圖書館 我剛好簡單提到 就是讓每個人來這邊 錄製一個大概十分鐘左右的職場影片 介紹他自己的經歷 然後職業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這個工作的優缺點是什麼 以及他對這份工作 這個產業的未來的看法會是什麼 然後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這張圖片是我接下來要辦的一個 在跨界真的圖書館裡面辦的一個活動 叫做Book You 其實我這個是學YouTube 那YouTube不是叫YouTube嗎 我把它叫YouBook 就是每個人都是一本很好的書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你的書名是什麼 我所謂你的書名是什麼 就是你的人生當中有什麼值得分享的故事 那這個事情是我之前在 在某一次的活動當中 有一個講師他請我們在台下做一個活動 他說假設今天要請你們每個人 講一個十五分鐘的分享 你會想講什麼寫出五個 那我們大家就每個人開始寫 寫五個我們可以分享的主題 寫完之後呢開始向左邊傳 傳給左邊人讓左邊人開始是每個人可以投三票 去選你想他你想聽他講哪一個 所以這樣傳了一圈回來之後呢 我就看了 看了之後你就會很訝異 你以為別人最想聽的可能並不是 而是反而是最冷門的那個東西 是別人最想瞭解的 所以我開始就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Facebook上面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就是每個人都是一本長書 但是你的書你想分享的東西 由你跟你的朋友們決定 你有沒有想知道你的朋友想聽聽看 你講你人生的哪一段故事 如果選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去幫你做一場十五分鐘的直播 對 然後把它放到 幫你做編輯 然後把它放到網路上面 然後放在YouTube的頻道上面 所以現在我們目前在YouTube的頻道 就叫跨界真的圖書館 你只要打跨界真的圖書館就跑出來 裡面呢很有趣的是 有一千多人的訂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訂閱 因為老實說我們裡面的影片 現在也不過才三十幾支而已 對 那就是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影片的內容更多 然後更豐富 而且也不是只是單純的講自己的職業生涯 反而可以去講 你真正人生當中一些 別人很有很感興趣的故事 對 所以這就是跨界真的圖書館 然後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有機會 可以成為我們的長書 謝謝各位 好 謝謝Danny 時間用得非常精準 不可以 我們是在跟人家討論 跟人家規劃 只能跟人家一樣 好 那我們再給以上所有的分享者掌聲鼓勵